大家好,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探讨周立波这个事件 周立波呢,在前一阵子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次出山 他自己号称啊,再次披上战袍,要大战某某 这个周立波大戏呢,就进入到了第三季 周立波大战某某,燕军,大战燕军,现在不叫某某了,叫燕军了 周立波呢,昨天,也就是2018年的8月13日 在我们这个北美都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发了六个微博 他发了六个微博呀,这六个微博呢,信息量很大 这六个微博呀,信息量相当的大 明确了几个人物,还牵扯进来了 还牵扯进来了高圆院关芝林等女星 从他这次的这个,他号称是一个大爆料啊 他号称是一个,昨天啊,他说十二点进,十二点钟整 他要爆出大料 里面呢,牵扯到了高圆院关芝林等 我认为他这个大爆料之后呢 我认为他最大的爆料就是他爆出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我认为这个人物才是周立波这个事件的总导演 他这个事件啊,我在前面说了 这个某某的一个视频出了之后呢,我就说了 某某和这个胡杰啊,他俩都是导演级的人物 胡杰是中国场地的导演 某某呢,现在也就是燕军 他是美国这个场地的导演 现在呢,我认为 还有一个总导演 就是这次周立波 在他的这个十二点的重大爆料里面 所提到的一个人物 让我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来看 他的热身的四个微博 第一个微博呢,是我这边的时间 十点十分 应该是国内的时间 上午十一点十分 发布的 这个微博的内容是这样的 鉴于燕军对我太太的无耻诽谤 鉴于燕军作死作活的作偶丑态 为了捍卫一个男人的尊严 为了捍卫我太太的尊严 为了捍卫女儿的尊严 本人将在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重批战袍 决战燕军 我将系统性的展述一个丑恶的灵魂 是如何妖言获众的 燕军 其实我不点你 你也是到头了 我点你 只想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些倒霉 这是他第一个微博 他这里面呢 说到了 为了捍卫一个男人的尊严 为了捍卫太太的尊严 燕军呢 确实是他 把这个周立波呢 塑造成了一个 我觉得塑造成了一个巨婴的形象 把那个胡杰呢 塑造了一个阴险的妇女的形象 说他为了捍卫 他周立波自己的尊严 为了捍卫太太的尊严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 为了捍卫女儿的尊严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燕军没有提到他女儿啊 他还说 其实我不点你 你也是到头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不点你到头了 燕军怎么到头了呀 生意做到头了 还是做人做到头了 还是腐败行为做到头了 是什么做到头了 这个不是很清楚 我相信呢周立波在之后 可能一点一点的会给我们展示清楚吧 他这个第三季呢 看来就是无关那个腔和毒了 跟腔无关跟毒无关了 这是他第一个微博 第二个紧接着 在我这儿的时间10点39分 国内的时间11点39分 相隔了29分钟 他又发了一个微博 他这样说 我太太在得知我被警局扣押的这一刻起 他就把和燕军所有的对话都收录下来 燕军这一点你失算了吧 你想不到吧 你知道你说了多少谎言吗 你知道你诽谤了多少人吗 你知道当我公开这些录音以后 你还敢和唐爽见面吗 你还敢一个人走出你的淫窝吗 我们12点见 他这个吧 他这个呢 燕军呢 按照燕军的那个采访 他说燕军说 他是早就知道 这两口子是喜欢录音录像的 果真这个胡杰呢 确实是从那一刻起 当他得知周立波被警局扣押的那一刻起 然后他就把所有的都录音了 我不知道这一点 这个燕军想到没想到 我怀疑他根本没想到 根据22号胡杰放出来的那些录音的看 我觉得这个燕军没有想到 他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在22号 他在2017年1月22号跟胡杰见面的时候 他们那会儿呢 商量的时候呢 商量了很长时间 他录了45分钟的音 我相信那个燕军呢 他没有想到 根据那胡杰放出来录音里面 是燕军亲口说的 什么都市腾爽的 还有说他什么FBI啊 什么的科技间谍啊 什么的那些 那些说那个那些个话 燕军呢肯定是说了 他是上下文是怎么样的 他不见得是 就是燕军就说 独是唐爽的 他也没 你要是把全文放出来的话呢 他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形式 也没准是胡杰说 咱们就说 这个独是唐爽的 也没准燕军说 如果独是唐爽的 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都没准 因为他不把全部的放出来 这个你就没有办法 就截取那么两句话 你就没有办法说 但是燕军说的那个唐爽 那个什么FBI啊 什么那个科技间谍 什么的那个 说那个还是挺详细的 周立波呢 在这个微博里面呢 竟然说 我如果把那个公开的话 你还敢面对唐爽吗 我故意他说了 他说了 说了唐爽的那个坏话 他也不是说目的不是很 其实他的目的呢 不是说害唐爽 他主要是救这个周立波 他是为了救了周立波 中国人啊 有好多人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呢 他去帮助朋友 他为了帮助这个朋友呢 然后他就说一些 真的是很不道德 很伤天害理的话 他都不怕 他就觉得呢 为这叫仗义 有的人 有很多中国人这样 我觉得这个燕军呢 很有可能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为了表示 他对周立波的仗义 而不惜去伤害人家唐爽 说了一些个那样的话 很有可能 周立波呢 在这个微博里面还说 你还敢一个人走出你的银窝吗 这个银窝这个词呢 挺有寓意的 下面呢 我们还会看到 他又再一次 说关于这个银窝 是怎么回事 好 这是他第二个微博 我们再往下看 他在11点45分 隔了6分钟 然后又发了一个 说我提供的任何录音影像资料 欢迎任何一位技术大拿 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鉴定 老天恩赐我的是天真 老天恩赐我太太的是智慧 若不是太太的智慧 若不是我们彼此的信任 我还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燕军 你懂得什么叫真爱吗 你懂得什么叫智慧吗 你知道真爱和智慧的结合 叫所向披靡吗 我们12点见 这个呢 他主要是说了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内容就是说 他那些个录音录像啊 都经得起技术检验 都是真的 我觉得他那个 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呢 他是截取的 那是肯定的 有本事就把没剪辑的 全部的45分钟 原封不动地放出来 我希望他这样 第二部分呢 他就承认他自己是天真的 然后呢 认为他的太太呢 是智慧的 还认为这个真爱和这个智慧 如何结合在一起呢 就要所向披靡了 就是他跟他 胡杰两个人啊 是真爱 再加上胡杰的智慧 就所向披靡了 这些都是一些个 这叫 这叫什么话呀 吹牛吧 就算 就是 就是那种 说大话 掩盖自己心里面的空虚 我觉得 然后说我们12点见 现在呢 离12点就倒计时了 还差15分钟 他在这15分钟当中呢 又发了一个 在11点54分钟 又发了一个 然后就提 这个内容呢 是这样的 他就是提醒这个网友啊 想在发出来之前呢 提醒一下网友 你如何来看 他12点的大爆料 他说 12点仔细看完资料后 大家就会清楚 什么叫弥天大谎 什么叫脑残采访 希望12点大料 能为各位网友 提高逻辑素养 能为各位瓜友 提高甄别脑残的能力 他这些话吧 我就觉得 哎呀 其实都没有用的 都是一些个 嗯 幼稚的人 互相那个 吵嘴的一些话 这话真的是没有用 好 这个是他热身的 这个四个微博 现在呢 我这个视频 已经都那个 16分钟了 然后一会儿 我得剪辑一下 去除废话的部分 去除我那些废话的部分 然后呢 也是十几分钟了 我打算呢 分成两个部分 我把这个部分就结束 我呢 就把这个部分呢 就结束 下面那个大料 那个部分呢 我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好吧 一会儿见 我再继续给大家看 我再继续给大家看